备战全国大选前夕 雪兰俄州公正党却爆出内讧 公正党格拉纳在野区国会议员黄基全 星期五公开质疑雪州大臣阿兹敏公报私仇 以莫须有的罪状冻结他的选区服务中心 一年25万令吉的拨款 黄基全强调他过去一直在资助选区内的赤贫家庭 结果却被雪州政府内部稽查官员认为 他不当运用选区拨款 首先,在2016年大选区的评论 无论到我办公室 所谓的评论者并没有参加我的办公室 并没有看过任何原本的评论 并没有问过任何评论 并没有问过任何评论 在所有时刻,我办公室被终于评论 我们被评论完成 黄基全被视为公正党实权领袖 纳都斯里安华的派系 在上届大选空降格拉纳在野国会选区 向来敢怒敢言的他 多次公开批评 也是公正党疏理主席的阿兹敏 两人不咬闲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黄基全炮打司令台前夕 媒体已经多次就此事追问阿兹敏 但他始终不愿多做回应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还没开打 公正党内斗却再一次浮上了台面 炮新闻黄秀金报道 再次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